今天来点负能量 十二星座谁最负黑 表面上跟你很好 背后却可能会弄你 到底十二星座为什么要负黑 那个负黑的moment又在想什么呢 狮子座也会负黑吗 一个狮子座如果太得意洋洋 觉得自己现在当运 觉得自己当道 它就很可能会去压迫别人 以其说它负黑 不如说它正在享受它人生的高峰 所以我要奉劝这样的狮子座 如果你是以欺负他人 或压制他人来彰显你的能干的话 那么风水轮流转 有一天你很可能跌下来的时候 就轮到别人负黑你了 十二星座的毛病大不同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发病的样子 狮子太想当王者了 也太想要舞台了 所以如果它一直被称赞的话 它就会忍不住开始做牛做马 因为它怕这些称赞会消失 也怕大家不喜欢它了 所以它反而会更委屈求全地 去符合大家的需要 所以这个时候的狮子反而不是王者了 会变成小螺丝 让自己吃足了苦头 而且想懒不敢懒 想贪不敢贪 真的好辛苦啊 其实已经被封锁了 十二星座讨厌你的举动 有些超明显 有些要通灵才能看明白 没问题 今天我就来带你看个清楚 狮子很少讨厌人 毕竟他们希望自己为人光明磊落 没有阴暗面 但被他讨厌的 那就是他心目中的小人 另外还有一种狮子 是讨厌比自己优秀的人 没办法 因为这个狮子太想当王者了 很怕被取代 所以即使表面上说 他很优秀嘛 但是其实每天都很紧张 很怕自己被优秀的人给取代了 他就会拼命地 想找出你的弱点 然后会提醒别人 注意这个人的缺点是什么 来告诉大家 这个人没有那么优秀 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像这种情况下 你要他怎么接纳你呢 有点难吧 看起来很善良 其实在使坏 你眼前的十二星座 有可能是哪种小人呢 当一个狮子座 感受不到想要的尊重 而且还被硬生生比下去 哎呀 他的恨意就会出来了 好气好气好气啊 他就会想尽办法 打压那个阻挠 他的力量让你无法出头 而且狮子座非常懂得 创造一种潜规则 以至于他完全不需要开口 周遭的人就知道 狮子想要排挤谁了 有听过狮子的朋友 会很有默契地 帮助狮子一起霸凌对方吗 某种程度啦 当你被狮子打压 你应该要高兴 因为那也许不代表你做错什么 只是代表 你很有潜力 天平一定很随和 处女一定有洁癖 天仙一定爱复仇 双鱼一定很浪漫 不好意思 你一定误会什么了 十二星座隐藏真面目 来了 你以为的狮子座 有骄傲的狮子 他们是万寿之王 他们有领袖气质 他们站出来就是光芒万丈 所以你以为他们都这样吗 来我一定要讲 隐藏版的狮子 其实是非常害怕受伤 比如说他很自大的时候 其实就是他自卑的一个表现 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只好用气势来振折对方 在那个自大的背后 其实是更没有底的 所以他讲话越傲慢 他讲的话越不合理 其实是他越没有底气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还有一组狮子 就是他的自卑会让他变得比较有奴性 所以他就会变成言听计从 或者是很愿意成为一个勤劳的工作者 用这个他的付出或者是实力 来赢得你的尊敬 所以也会把自己搞得很辛苦哦 行走江湖 会做事还要会做人 偏偏十二星座各自有自己的盲点 得罪人了还不自知 狮子星座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忍不住会自夸 当然啦 虽然你会包装成在取悦别人 或者是讲笑话的感觉 但是说话就是不自觉会透露出一种 我很棒吧 认识我是你们的荣幸吧 的那种感觉 年轻一点的狮子 如果没人提醒 或大家都面无表情 你可能会以为效果不张 而在加码自夸 那结果当然就是更加的糟糕了哦 所以如果狮子想成为一个意见领袖 或者是在团体中当一个受人重视的人 那你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一定要谦虚哦 平常互称好姐妹的好闺蜜 有没有可能亦有异性的关系 旧人间消失呢 连影子都找不到 这样的星座女 你上榜了没 狮子女谈恋爱一向是以全力以赴来闻名的 尤其遇到心中的真爱 那不得了了 男友的地位就跟神一样 狮子女不管身在何处 男友一声令下 她马上随口随道 不过狮子女双语好一点 还蛮讲义气的 所以朋友约聚餐啦 特别是心情不好要她作陪 她人是一定会到的 只是每次聚餐开口闭口 可能都是男朋友 或都是她的感情烦恼 甚至和男友私下相处的肉麻内容 可能都不避讳地说出来 完全不管朋友要不要听 到底是来陪朋友的 还是来放闪或来烦朋友的呢 还有一种状况她会失联 就是当狮子女没有自信的时候 她其实蛮担心男友会被好姐妹抢 为了防徒这种情形 她当然就不会让男友跟闺蜜 太多见面的机会 或甚至会在喜欢的人面前 说出一些稍稍贬低自己朋友的话 因为她很怕你喜欢对方嘛 所以她就会说 你不要看她瘦瘦的 她私底下吃很多 而且其实蛮肉的 又吃香不好看哦 看起来很随和 其实在控制 十二星座 谁是控制狂中的控制狂呢 狮子座的控制语 在于 她太想留住什么了吧 为了留住美好的一切 她愿意付出任何努力 各种奇怪的举动 都做得出来 而且通常狮子在做奇怪的举动 她自己没感觉 别人却看得很明显 毕竟你造成的困扰 你自己不觉得 但别人会私底下 一分分分 这样就不太好了吧 所以咯 看起来狮子 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但我要提醒狮子哦 有时候你自信的地方 你的高调又有点太低调 或者是你不自信的地方的低调 它又有一点太过度自迁 所以往往会充实着一种不真实感 打不倒我的 只会使我更强大 各位 你的人生遇到危机了吗 遇到低潮了吗 当我们遇到觉得是绝境的时候 我们身上有什么能力 可以使我们绝处逢生呢 狮子座也是一个很矛盾的综合体哦 你们是没有自信 跟太有自信的综合体 所以有时候呢 会在你们身上呈现出 一下讲话很高傲 然后一下子呢 又非常的谦卑 所以咯 没有被人肯定 或者是从训乱归于平淡 这当中的不适应 可能就是你们人生的绝境了 我必须这么说 有些人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 他就会选择躲起来 或者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 这一点呢 就是我觉得绝境的用意了 你的绝境通常是要你 放下过度的自尊心 放下过度高傲的姿态 然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平凡的你 或承认自己很普通的你 也能散发光芒 而且最终呢 我也希望狮子座的同学 知道一件事 舞台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舞台有非常多种 这个舞台上不了 上下一个舞台嘛 加油哦 你一定能绝出风声 这个要失恋时间是最好的解药 但有些星座吃的却是特效药 才刚分手 很快就跟没事一样 好像不会伤心太久 到底用什么方法办到的呢 还是他们很没有良心呢 坊间传闻 狮子座失恋以后很快就能恢复 是因为他们自尊很高 这真是个大误解 狮子座你在爱情里有自尊吗 只要你们想说有多鬼遮掩 就有多鬼遮掩 而且说多牺牲奉献 就多牺牲奉献 有时候连双鱼都会输给你们 所以咯 分手后如果能够很快地忘掉一个人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狮子不够爱 虽然十二星座很可能都有这种情况 但是发生在狮子身上的几率倒是特别高哦 因为不够爱就够客观 够客观就什么都看得很清楚啦 而且狮子不排斥 分手以后继续当朋友 又或者多照顾一下对方 以显示两个人之间特别不一样 除非你们的分手是用一种很伤自尊 比赛挂电话的方式 那就真的老死不相往来了 在这个摩羯很多心 而且劳动节快到的时节 我们来聊聊工作狂 对 有些人天生劳碌命 我们来跟你揭秘这些人热爱劳动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狮子是非常需要舞台的 现代人工作就是我们最佳的舞台 这也是为什么狮子座非常愿意在工作上很努力的原因 不然他们当然很懒惰啊 狮子其实也是一只懒猫 但是一旦面对工作 狮子座就会意识到 这是一个努力就有收获的地方 就好好毛起来干吧 某种程度 他们的工作狂有时候也跟 他喜不喜欢这件事无关 而是某一种奴性来着 没错 狮子座其实呢 个性当中有奴性 责任感也是挺强的哦 只要是主管交代 他也会为了你这一份知遇知恩 或者是你交代下来的事 我怎么能不做好呢 而尽心尽力 无论如何 气势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们是既能有气势 又能够事事事必公亲的员工 这么看来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累得够够的 又到了年底或年初的时候 这就是工作大班风的高峰期哦 除了老板 坏掉员工 也有员工坏掉老板哦 本公司一个想离职的小编 就做了这一则专题 对 雪儿星座有的人上班的时候都想离职 今天我们来讲 雪儿星座离职前的表现 其实狮子座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别人肯定的星座 所以如果他准备离职一定是觉得在这里实在太没有成就感 或者是太不受重视了 可是他又有一点胆小 他又有一点害怕 因为他有一点自卑 很深沉的 有些狮子那非常的深谋远虑哦 他们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当他决定要离职 他很可能已经准备很久了 他最希望做到的就是 成功也赢 我输也赢 非常多非常多的狮子 最爽的一刻就是 他提离职 老板晚离 这一点真的会让他爽三天 不止三天 可能三个月哦 因为他终于得到他要的肯定 有几个企业主呢 他们是在应征人的时候是有星座的选择哦 有几个星座特别受到企业的青睐 白羊座 天秤座 狮子座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就见过强硬的这个天秤 一点都不圆容 没有自信的狮子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保守派的白羊座 一直不敢突破 这很可能是 这些星座的人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还没有遇到能够发光发热的事业工作 所以咯 我们就从星座的特性来看 每个人从自己的太阳来检查起 你走对路了吗 金鸟 狮子 天蝎 水瓶 你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深刻 你并不是走全面涉略的路线 对固定星座的人来说 唯有兴趣才能让你深深的埋在里面 而不会叫苦 固定星座 喜欢跟讨厌非常的两极化 不喜欢的事情怎么勉强你都会做得很累 只要是你喜欢的事情 没有人催错你 你也会自己沉浸在其中 你可能过了好多年以后 发现这个固定星座还在原来的职位上 很多固定星座会在一个不死不活的位置 或不高不低的薪水卡住很久 因此我常常觉得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再来固定星座我一定要提醒你 除了深耕除了拿出你的专长 你还有一件事情是别人没有的 那就是你要发挥个人的魅力 固定星座是非常有奇特魅力的一组 这个奇特魅力是只有你有别人没有 同样的话或同样的影片 你来做就特别有味道 或人家就特别信赖你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天赋 比如说唐启阳老师天仙 那固定星座的人因为性格上比较自转星球一点 所以我们的确很适合这种 可以独立完成发挥独特魅力的行业种 只要你找到了主于自己的特色 你就不用去管前人的脚步如何 好好发挥你自己就对了 嗨大家好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我就会在Vlog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log见